再来看台中市民引颈期盼的 长春国民及儿童运动中心正式营运 这是全国唯一同时具有室内室外泳池 也是全国唯一设有儿童版设施的 国民运动中心 场内大展腿力和球技 小朋友化身专业足球员亲自开箱这一座 全国唯一设有儿童版设施的 长春国民运动中心就在台中 一般的国民运动中心 大概都是佛大人来使用的 那小朋友常常设施课程或者教练 并不符合他们的需要 所以我们台中市来做全国第一座的 儿童版国民运动中心 就在长春国民运动中心里面 从前身的长春游泳池成功蜕变 原址催生出台中第四座运动中心 长春国运 在地市民可以说是引颈期盼 因为除了首次纳入儿童元素 能让亲子一同运动 也是全国唯一同时具有室内室外游泳池的 运动中心 这个国民运动中心真正的是共荣 国民运动中心 大人可以玩 那小朋友也可以来运动 那另外呢很特别 它是个公园化的国民运动中心 所以呢 它附近里面 它就是坐落在长春公园里面 那里面还有绿川经过 风景非常的漂亮 室内室外都适合休闲或运动 运动中心两栋建筑还设置多功能球场 壁球教室和儿童体势能区等等 让台中南区拥有运动休憩场域 也结合周边文化资产 可望为在地建设 再填亮点 记者台中 最后报道